聖诞老人 和最为人熟知的穿红衣戴红帽的圣诞老人不同 这位圣诞老人穿着华丽的主教服 他扮演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主教圣尼古拉斯 传说中圣诞老人送礼的习俗 是从圣尼古拉斯的世纪演换而来的 在纽约的斯特拉斯堡圣诞旗市上 人们抢着和这位圣诞老人拍照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纽约举办斯特拉斯堡圣诞旗市 我们想把斯特拉斯堡的圣诞文化分享给纽约人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法国阿尔萨斯区的斯特拉斯堡圣诞旗市 源自1570年 至今已有449年历史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这个集市曾经到过东京 北京 台北和莫斯科 三十栋专门从阿尔萨斯运来的小木屋内 摆放着各种手工制作的特色圣诞装饰物 映着可爱图案的姜饼 以及独特的阿尔萨斯陶衣品 这种陶瓷的特别之处是 他们是用法国的沙盐为原料的盐又石器 在纽约的连锁商店和超市里是买不到的 来自香港的乔伊斯和朋友来纽约旅游 集市上传统的阿尔萨斯美食最受欢迎 比如正宗的酸菜腌肉香肠锅 法国烤栗子 热白葡萄酒 以及这个库斯比萨的火焰薄饼 来自德国的游客阿奈特说 这个薄饼的味道非常正宗 在德国圣诞集市规模会更大一些 每个小镇都有圣诞集市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圣诞树 我们来纽约 就是因为我朋友想去看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 纽约每年都有不少的圣诞集市 而今年冬季漫步在纽约最古老的鲍林格林公园 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 纯正的斯特拉斯堡圣诞气氛 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导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